嗨 大家好 是Richard 在装修行业已有20多年经验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四种过时的装修 大家别踩坑了 第一 灯带吊顶 这种灯会把家里的气氛拉满 但是它却有很多死角 不容易打扫 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 比较新的五主灯吊顶 容易打扫又够亮 很有设计感 第二 贴墙纸 质量不好的壁纸 五年后肯定 峭边发明 又丑又不为生 建议大家可以刷五胶漆 不但颜色选择多 还蛮用 第三 台上盆 这种安装在台面上的水槽 旁边都会隐藏水汁 久了 会发霉 容易滋身离菌 建议大家用这种台下盆 容易清理 旁边也不容易藏水汁 还没关 最后 瓷砖拨导线 这种做法会划分空间 整体空间 除视觉上看起来更小 建议大家通铺地砖就好 简单又耐看 不会花蕾不笑 要完美避开装修大坑 就到Design for Space版 不可见 不可见 不可见